哈嘍大家,歡迎來到 家點吉拿棒的美劇吃爆豹單元 今天我們要聊什麼呢 今天要聊這個最近很多人在討論的 外棋物語第三季 然後這一季真的是等了非常久 距離上一季有兩年 兩年時間 然後小朋友都已經長大了 他們剛好是一個發育期長的非常的快 所以這季一開始就看到他們在那邊 就是做一些大人的事情有點不適合 Mike 變得有點多耶 Mike 有長相的部分嗎 對對對 他長高很多耶 開始的比較慢 就是他 他這次的極端值蠻大 就是慢很慢 快很快 所以前面就是讓我們看到一些這些 尤其是11跟Mike之間的這個感情 這個狀態 然後又有提到就是 因為11一開始是完全連講話都不會 然後也不太清楚到底 朋友是什麼 前面幾季都是在講這個事情 到後面現在這季就看到他的 這個社會化的過程比較 走的比較後面就開始會講話 會有情緒 會想要穿新衣服 然後會有一些那種 我們看到說 為什麼我當你的女朋友 就要乖乖聽你的話的這種氣氛出不出 但他還是很純真 對 還是一個很純真的一個人 然後在同時也有在處理 因為這是11是唯一 全部裡面唯一一個可以跟這些 怪物PK的唯一一個人嘛 對 然後前面是很慢的 但我覺得後面就真的 那個整個節奏跟整個事件的眼鏡都變得超級快 然後可是這次 講的一些人性的事情又沒有到太多 沒有像之前 你看像第一季 我們當時看到那個 媽媽透過牆壁在跟自己的兒子溝通的那個時候 就是有很多這些直線在進行 那這次就是只是繽紛了好幾路 對 我就互相交叉這樣 我覺得從第二季開始就好像沒有一個真的會讓人非常印象深刻的記憶點 到第三季 就好像還真的 就除了那個老鼠爆掉那個真的讓人覺得蠻蠻耳式 這一季超噁 對 跟前兩季比起來真的可以看出比較成人像 然後就是那個人 然後就變成一攤爛泥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這一季其實我沒有到非常喜歡 就是第二季其實有那個很奇怪去找姊姊那一集 我大致上來說還算是喜歡 但這一季我又覺得他散得太開了 就他好幾條直線都分得很開 然後一直到最後最後最後才合起來 但是就前面那些鋪陳沒有讓我感覺到後面的衝擊力有比較大 就是因為除了Steve跟Robin這兩個角色的關係以外 其他角色之間的關係都沒什麼轉變 然後就整個讓我覺得他怪獸變得比較有威脅感 就是整個風險有提高 但是我給我的那種刺激感或者覺得緊張感 就沒有跟著怪獸的大小提高 我就覺得 我覺得這一季就是一個換湯不換藥 就是像前幾集一樣就是好幾個支線 然後最後就合流在一起 然後就是一個事件爆發 然後就是這幾個支線的角色就要一起去打同一個怪 然後就是可以套公式這件事情可以理解 但是就是一樣的東西就是他沒有去加入 會讓我覺得特別印象深刻 然後特別期待去看到第四季的一個就是爆點 在那邊就覺得還蠻... 我覺得很可惜就是他沒有讓那個... 就是躲心魔去附身那些主角們 我覺得他附身附身的一些人就是一些本來就會讓我們很討厭的人 所以就覺得他們被附身完全就是... 你被附身又怎樣 我覺得我完全本來就不喜歡你這個角色 那你們最喜歡哪一條支線? 我很喜歡Steve跟Robin 我也是最喜歡這條支線 對他們的發展是讓你會覺得... 因為Robin又是一個新角色 然後他這次很多人都說他的演出... 他是那個醫生霍克跟烏馬舒曼的女兒 對我那時候也是看完後才知道這件事情 他長得剛好就是爸媽的一半一半的年輕人 對 我覺得他和Steve的那個chemistry還蠻棒的 只可惜喔 嗯... 只可惜... 這個... 喜歡的物種不太一樣 嗯... 喜歡就是Dustin和娜的女朋友的那個... 那個女朋友在那邊唱歌 那個女朋友在那邊唱歌 呼叫呼叫Suzi 呼叫Suzi 就一開始一堆人都以為是假的 問一下立芳好了 就是立芳你在找... 如果你未來想要找一個女朋友 會是想要找像Suzi這樣子的一個人嗎 你說Suzi這樣子是怎樣 就是說他真的跟你的喜好是非常吻合的 就像Suzi跟Dustin的這組組合 就會讓我會覺得說 他們兩個人是很喜歡某一個領域 而且是一起都非常的喜歡 然後你在找... 都是科學摘 你的那個理想對象會是比較偏向這樣子 我覺得不一定耶 因為我過去喜歡過的女生 不一定真的就是... 興趣完全相同這樣 我自己也是偏好要找不一樣的 是嗎 興趣相同還是有加分的吧 然後是那個... 興趣...遇到不同興趣的時候的接受程度啦 如果是那種我完全不懂 你在幹嘛 然後我也沒有興趣想要知道 那種就會比較難相處 但是如果我沒有你這個興趣 但是我很樂意支持你 或者是去理解你在幹嘛 有一張圖就是一個人在旁邊喝酒 然後其他好幾對在旁邊請 然後上面的字就寫 怪奇物語第三集 然後那張圖下面一堆留言就是說 我們可以去玩龍魚地下城了嗎 我又是單身對不對 單身狗 其他都有耶 你們對於這次就是加入蘇聯那個設定 我覺得其實有點可惜 因為他這樣拍就真的很像80年代會拍出來的東西 就是... 就是弄一個反派出來 然後那個反派可能跟現實有一點點照應 但是基本上他就有點像是幻想出來的一個樣貌這樣 然後這個幻想出來的樣貌就是他沒有什麼特別的動機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人格或是特色 他就是一個可以讓主角們去反抗的東西 對啊所以蘇聯人他們的動機就是是什麼 我是想要打開那個世界的門 然後就是入侵美國 他們那個物質又是拿來的物質 普羅米修士 普羅米修士 然後我很喜歡這一次就是有 有致敬我最喜歡的電影《回到未來》 回到未來 今天應該要穿那一件的 對 那個什麼 他裡面還有一段就是他們有進去看電影就是看這一部 對 然後裡面他們 我覺得這次也有做很多就是串 串接的東西 譬如說 可能什麼地方坐上哪一台車他們另外一個地方就會坐上 就是做到這件事情這樣 所以 他這裡面都有做一些很巧妙的一個 就是 就是聚跟聚之間 場跟場之間的一個連結 對 然後 像這次就有螢幕 就他們開離那個購物中心的時候 其實 其實就是有對應到 回到未來的一些場景 對 然後我也想到說 就是他們這次不是用帽嗎 購物中心80年代 然後大家都是去購物中心 就是hang out這樣子 對 感覺好像 神力女超人也會有這樣子很類似的場面 然後要穿得很80年代風 一些高腰褲之類的 所以去逛帽 對 神力的愛 大家 神力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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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強調一些愛國情操 然後好像讓Erica說了 就沒有Erica 就沒有辦法拼出America 剛好他們這次 他們每一季都會選一個季節 就是上一次是萬聖節 這次是國慶日 然後也是選擇國慶日上架這樣 所以他們就有一段 很像玩具種類似的那個 對 就是遊樂園裡面 遊樂園 這一季其實可以講很有趣的議題 就是冷戰那個時候的人人自為 或者是現在的時候 對應到現在這些假新聞之類的 對可以 可是現在就這一部就是他們 被附身就是被附身 沒有什麼去特別描述這個議題 對啊就像寶妮剛剛講 就換湯不換藥 我覺得他第四季再這樣拍 我就真的覺得看到一半 我就不會想繼續看 對啊 那個門開開關關就是這樣 一下開一下關一下開 要開就開 就不要在那邊假裝有關起來 要開就給他開著 可是我覺得第三季照理說應該要 在另外一個領域再去做發展 而不是就是又出現 他又好像開了 然後又想辦法要把他關起來這樣 就是又變得跟 因為門要保持10公分 那個縫縫 縫要保持10公分 對縫要保持10公分 ELEVEN這一次就是一個 就是大家的武器嘛 對 就是一切基本上 就全部都靠他殺了 但他之後 每次有人要死的時候 他就衝出來 他就用原力啊 用原力 用原力 黑鳳凰啦 對然後他這一季最後能力就消失了嘛 然後你們覺得第四季 應該怎麼讓他的能力 如果沒有第四季 我其實也不會意外啦 因為我會覺得這些演員真的長超快 可是他不是已經續定了嗎 他已經確定有第四季 對我當時看到後面那個結束 我會覺得如果沒有也好像也沒關係 這樣然後中間會有一個片尾畫面嘛 然後我會覺得應該還是會有 但是因為這小孩子實在長太快 一開始我們會覺得好看 第一季出來的時候 就是因為覺得這些小孩 讓我們想到那個七寶七萌 那個感覺嘛 那現在長大了就不知道 那個感覺還會不會 會不會漸漸消失 我是覺得如果第四季 這一群演員可能還是得回來 因為感覺就是每個角色 都沒有closure的感覺啊 對啊 應該是這樣 現在還蠻關鍵的 而且Eleven他那個能力 我一直覺得他真的 腦子不會壞掉嗎 我覺得好像看起來很傷 很傷腦欸 很傷 然後還會流鼻血 看起來超級傷的耶 那第四季有沒有要交代一下 他的這些內傷 就是要怎麼處理之類的 會不會跟那個憤怒道一樣 邊書寫邊用 不會有貧血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之後 Will他們一家人搬去哪裡 可能也跟第四季有蠻大的關係 所以新的地方可能就會有別的危機這樣 對啊就是 新的洞啊 新的 我想要看他們搬去大城市耶 感覺大城市就會換一下那個感覺 有人在猜他們會搬去芝加哥 因為就是 就是他姊姊的地方 因為如果就是 又在這同一個小鎮 然後又那個門那邊開 又在那邊打開 我就有點覺得 就差不多了 就不用再開了 夠了 這個鎮已經用到 不用再用了 對啊 所以我如果回到芝加哥去找她姐 會不會又看到Eleven 把拖好 然後是誰來畫眼線 然後畫眼線 畫超濃眼線 Bob Bob 2.0 Bob 2.0 就是第一季 不是Bob就死得很慘嗎 大家都就是 有很多Meme就是 就是說 讓Bob回來 回來這樣 喔喔喔 我都忘記Bob這個角色了 有有有 我想到我想到 然後這一季就是 這一季就是有那個科學家 很純真的科學家 他就真的就只是想要看卡通 二國 二國酒 對然後喝那個 草莓私樂冰 對 他就是一個純真的人 然後就最後就這樣被幹掉 其實也是蠻可憐的 一邊要射到很多鯉蜜蟲 他就很開心啊 很開心拿著娃娃 覺得有存在感這樣 因為其實 其實就當時 他其實有提到就是那個 當時那種共產國家 跟資本社會的不同 這樣 因為共產國家是 很獨裁的一個 一個社會體系這樣 所以他們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可能沒有辦法 那麼自由做 所以看到可以這樣輕輕鬆 玩遊戲這樣 就是很開心 好像似乎人生開心一點 這樣 Billy也死了 對不對 所以這幾個角色 其實我 Billy死掉 真的有讓人微微的難過 畢竟就是有帶了他一些 就是童年的回憶的事情 就是讓大家 稍微有點想要洗白他的感覺 所以最後就是他 就是轉白後 就這樣死掉了 然後那個Max 原來看起來跟他感情不太好 結果之後他就哭得那麼傷心 但是我就覺得 你就是秀一下 他小時候被家暴 我就覺得 就這樣 你被家暴 然後就瞬間變海人 你不要這麼沒同情心好不好 沒有 Hopper真的死了嗎 我覺得他有可能回來 我們要不要套入 權力遊戲的這個邏輯 沒有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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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算死這樣子 搞不好 對啊我覺得他很有可能 就是被困在顛倒世界裡面 對啊而且就是有人在講說 有人在講說 就是Eleven在讀 就是Hopper的那封信的時候 放的那首背景音樂 和第一季的時候 Will的屍體 就假屍體被找到的時候 的歌是同一首歌 然後就很想說 是在暗示說 其實Hopper還活著 回來的時候 會不會獲得一些超能力 有可能 變Hellboy 變Hellboy 而且他現在這樣子 大家都以為他死掉很方便 因為Eleven他不是有找人的能力嗎 然後他現在沒有能力 所以他就真的找不到他 沒有手機的概念 就是沒有WiFi 現在沒有WiFi 沒有WiFi 片尾前面那兩個俄國人 不是前面先經過一扇門 然後他就說不是 不是那個美國人 是另外一個 所以那個美國人是誰 有可能是Hopper 或者是之類的 會不會就是透過那個門 傳送到另外一邊去了 不知道啊 傳送到另一邊 我是覺得沒有屍體 就是不好說不好說 就跟那個什麼WiFi 那個Minecraft Minecraft 創世神裡面不是可以做傳送門嗎 搞不好 搞不好就是那個門 他的那個Portal就通到另外一邊 通到螺絲去了這樣 各個門都可以通得過去 所以我覺得小孩子真的長得很快 然後我會覺得如果小孩長大了 就好像會漸漸失去這個怪奇無語的特殊的感覺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是好是壞啦 當然這些小朋友都很會演戲 也看到很多演員都已經漸漸在好萊塢 你看Eleven 目前又開始拍什麼哥吉拉 對之後又要拍那個福爾摩斯的妹妹 對不對 就是越來越多戲的這樣 那其他的角色其實好像也 其他演員也都漸漸有其他的角色 而且我覺得就是這一季開始有一種Eleven的 就是他的那個氣場 我覺得他其實真的比較會演 他的那個氣場有一點微微壓過其他小朋友的感覺 對 但我也覺得他好像也在收 他並沒有想要搶太多 但其實我們如果看一些訪談節目什麼 他其實是最 最多話的 最活潑 他其實最早熟 Friends don't lie Friends don't lie Why you lie Why you lie I dump your ass Dump your ass 還是學Max講話 超好笑 很可愛啊 好那以上就差不多是我們對怪奇物語第三季的感覺 然後就是列出了一些我們看完這一季有的問題 那就歡迎大家也一起留言加入討論你們看完這一季 就是期待第四季可以看到怎樣的東西 或是你們看完有沒有什麼就是覺得 有一些好像沒有演清楚的地方可以拿出來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想要看到更多類似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們按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拜拜